各位, 大家好, 又到了 Ask Dixon 的環節 今天收到其中一個網友問 關於 PassWaper 的問題 他就說 其實他做了PP 那又怎樣呢? 其實他做PP 的情況 就是由匯考 由 1990 年開始 做到 2019 年 但是他自己的感覺上 他就覺得 進步不是很大 那就問一下我 究竟有什麼參考書 就可以介紹一下他 其實這件事 我想很多同學 都會遇到相關的問題 不過我就猜 這個同學應該是 中六 如果你是中六的話 又怎樣去處理這個問題 又或者現在你是中四、中五的 生物科學同學的話 究竟怎樣去處理這件事 或者理解這件事呢? 那如果你問回我的話 我就會這樣說的 我想首要的第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其實整個考試制度裡面 就好像一個金字塔一樣的 其實考得好的同學 其實基本上 只是頭殼頂的位置 頭殼頂的三角形 頭殼頂的位置的話 其實如果你想提高你自己的水平的話 我覺得首先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了解到 整個三角形 最上的尖端位 尖端位 其實那個標準是怎樣 其實這一班人的想法 和標準 我想首要的第一件事就是 心態上可以正確的 其實如果你用回以前那個年代 即是你說會考年代 CE的年代的話 其實做PowerShaper 做得越多 其實是越有用的 因為其實如果你看回過去 可能是90年代 這個同學是1990年開始看下去的 其實如果你是 由這個90年代 去到2002年的PowerShaper 其實很多時候 有很多都是 森物科 是著重於那個背重 而且你會看到 其實有很多題目 其實是翻炒的 所以其實以前那個年代裡面 即是考森物科 很多時候 那些人的感覺上 覺得心物科背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你看回歷屆會考的試題裡面 在90年代 去到2002年的時候 但是如果你看回 我記得好像2003年 其實我自己是考 2001年會考的 那如果由2003年打後 可能真的去到2011年的 會考的PowerShaper 或者你看到 開始會有一些 變化出現 OK 所以其實 我想第一件事 你要留意 心態上 又或者這樣說 其實你跟著 去到DSE 那個PowerShaper 其實你 從2012年 開始看到 2019年 尤其是2019年 其實變化 這個文化 也都很大轉變 所以 第一件事 你一定要掌握清楚 其實 Pershaper 其實看Pershaper 心態是怎樣 其實是否 看得越多 就越好 其實也未必 簡單來說 就是 你做這個掘地工人 是不是掘得越深 你賺的錢就越多 其實是未必的 所以 首先第一件事 心態上 大家是要調整 其實你看Pershaper 的目的是怎樣 其實你是想看 出題的形式 這件事 是非常之重要的 了解這個心態 好了 第二件事 就是那個技巧 其實過去裏 可能講一些 的Skill班裏 其實如果你想 應付好這個考試的話 你首先第一件事 你又要應付那個 提形 知道其實怎樣問問題 第二件事 就是作答的技巧 大家又要掌握 所以其實 如果第二件事 其實你看這麼多年的Pershaper 也都 看上兩段片 其實都有講過一個情況 就是什麼呢 其實開始那個文法 在DSE裡面 尤其是是近年 可能去2017 2018 2019 去到2019年 那個文法都開始 有些不同的情況之下 那你都不掌握過技巧 還用回過去 就是看過去的Pershaper裡面 去理解 當然 以前過去那些的技巧 其實可能去到現在 2019年 或者接下來 你準備那個考試 2020年 那你其實 未必用得著的 所以 我只是建議大家 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其實是要著重那個分析 所以其實你應該是要建立那個習慣 例如你看Pershaper的時候 你問一問你自己 其實你這條Pershaper 學會什麼 我想這個重點 第一件事就是你 學了什麼 你 學習了什麼 這個重點 每條Pershaper裡面 還有呢 第二件事 你錯了之後呢 其實你 之後會不會去明白那件事呢 如果你明白那件事 第三件事 我想你要建立那個習慣就是什麼呢 可能你真的要寫下 即是你要寫你的筆記 你要相信你自己的筆 OK 相信你的那張字 好過相信你的腦 因為很多時候 你突然間 你明白了那件事 你不寫下的話 那去到後期呢 去到後期你會不記得的 所以呢 其實你要建立那個的習慣 那個習慣就是什麼 我想你要把那個學習的 重要那個的點 你要去寫下 第一件事 錯的地方 你自己錯了的 那你要自己去明白那件事 第三件事 你要寫自己的筆記 去記得那件事 還有去到第四點 我覺得是非常之重要的 其實大家呢 可能有時候呢 面對那個的挫折 其實可能做Pershaper的時候 有很多挫折的 但是記住一件事 你要有個軟件的 例如摸著石頭過河 其實你那條河 你要過那條河 但是中間有很多的石頭的話 你是要慢慢摸著一塊塊石 慢慢摸著它才能夠過河 如果你想著呢 一步登天 我由A點 去到這個B點的話呢 我想突然間這樣跳過去的話呢 其實是很困難的 但是如果當中裡面 這裡有塊小石 你先走這條小石 然後到這裡有塊小石 這裡有塊小石 這裡有塊小石 這裡有塊小石的話呢 去到最終呢 反而你去到那個目的地呢 反而是會容易一點的 所以如果你問我 叫我去 其實做了那麼多Pershaper 但是為什麼你覺得 進步不大呢 因為其實你欠缺了這四點 這四點的水平 就是那個心態 那個技巧 那個習慣 以及那個軟件 就是你平時 很多時候就是想一步登天 但是其實呢 很多時候呢 不能夠一步登天的 就算阿sir呢 你見到呢 我自己的學習裡面呢 其實針對考試的話呢 我們也是會針對 Pershaper的分析啦 當然我能不能夠 預測到2020年 究竟有什麼題目出現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有看過我的講解的話呢 其實我自己的那個水平裡面 起碼不會不合格啦 首先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相信我自己出道去 有一定性的水平 會出道 那我自己的訓練就是 你看到我2012 至2019年的分析 我也是能夠講解到 能夠說服到 能夠幫到大家明白的話 那其實這些就是 心態上 技巧上 習慣上 以及原件上 我覺得是逐條逐條 這樣去理解 去到現在這個水平 所以呢 都希望呢 能夠呢 親身示範 讓大家認知到呢 其實如果你想達到這個水平的話呢 我想首要的第一件事 你要做些什麼呢 就是要Mesh OK 一定要配對了 Mesh 到這個standard 然後 就要Over 那個standard 這樣下去 就能夠活出你自己了 所以呢 如果你問我參考書的話呢 你是中六的同學的話呢 麻煩你針對那個part paper 如果你是中四的 你是中五的 你做完一輪part paper之後 你覺得不夠的話 我都建議呢 你看一下那些參考書先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看參考書的話呢 參考書的話呢 其實呢 那些參考書很厚的嘛 所以呢 其實我建議呢 可能你看回你自己的筆記啦 又或者看回你的課本先 如果你真的有空閒時間的 你想看這一個的 這個參考書的話 其實市面上有很多參考書 大家都可以去參與一下的 OK 不過我只會這樣跟你說 你想focus這件事的話 你想準備這個考試的話呢 我就建議大家一件事呢 看part paper為主 還有最後一個的建議就是什麼呢 其實真的會口的part paper 其實真的不用看太多的 你可以試一下那些MC 你有時間可以看一些長問題 但是 記住一件事 再說到最後一次的叮逐就是什麼呢 其實你看夠DSE2012至2019年 大約都有8年 其實都很豐富的了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呢 可以幫到大家的手呢 去了解回 如何去提升那個水平 因為 你的感覺上 你覺得沒有進步 但是問題是 其實如果在這個standard的 同學的想法是什麼 其實他們付出了很多 還有他背後裏面想的事情 大家要堅持努力加油 努力加油努力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幫大家的手 拜拜